金融业打国际杯 带动监理科技蓬勃发展 1月18日刚登陆新贵市场的节制商训 就是主要受惠者 节制商训长期耕耘金融法规报表 在国内银行法规报表市占率居冠 去年更一口气拿下三家纯网银法规报表专案 而母公司浦宏则是国内金融支付系统的龙头 两家公司都聚焦金融的周边系统 客群相似度达7到8成 希望透过强强结合发挥1加1大于2的重效 最早事实上是从做BIR跟DW 就是所谓的资料仓储起家 杨秀玲总经理他其实之前是做核心系统起家 所以对节制商训来讲 他不管在银行的核心系统或是在DW方面 EI方面他累积了相当多的know-how 因缘聚会底下他就开始做有关报表相关的business 而做报表相关business 他就从包括像中央银行或金管会的相关的法规报表开始 逐步累积 那因为经过十几年的累积 到今天为止已经累积了大概500多张的报表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具规模化 那传统的银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资讯室的人自己做 他们也做得很好 可是可能他在遇到新的这种监理机制跟监理法规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力道广度跟强度都跟以前不一样 时效性也不一样 以前可能是批次作业 那现在可能是要及时作业 那截至商讯因为累积了足够多的报表数500多张 以及在这个产业足够多的顾问群 OK 所以他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领先的优势 台湾这两三年其实最红的应该是AML 就是洗钱防治法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台湾红 事实上是从国际里面去要求 就是说在国际里面要求AML 就是要implement到所有的金融机构 OK 那在国际上对这种所谓的AML这些需求 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直接 包括最近这几个国际性的银行 其实在财阀方面其实都相当的可怕 也因为这样在台湾的监理主管机关 它也必须因应在世界的潮流 开始去把这个监理的要求变强变广变深 那因为这样 所以它对监理机制这些报表 以及相关的这些机制 它就被要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Fintech 因为走到Fintech之后 比如举个例子像存网银 因为三家存网银 基本上将来存网银是没有分行 所以它变成是即时交易 24小时的交易 在以前其实并没有这样 因为Fintech的关系交易变即时 所以变成你的Redtech 也就是你的监理的报表跟科技 你也必须要变即时 接着两个主要产品来看 第一个产品是AML AML早期接着是代理国际的大厂 然后在主要的一些公股行库 做一些implementation OK 在这过程里面 接着累积了相当多的know how 但是国际大厂毕竟是国外的车子 在台湾水土还是有一点点需要改进跟改善 接着在学到这些相关的know how之后 因为严某些金融机构 它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大的车子 OK 它需要一个比较小套的 所以截至其实在AML 自己有做了一套小套的解决方案 来服务local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说你今天不需要到这么大的系统的时候 其实截至有本身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个再跟其他台湾的竞争厂商来讲 这是截至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这一套是纯台湾自己做的 所以水土是浮的 implementation风险也相对低很多 成本也比较合宜 第二个产品是在监理 监理报表 OK 或是你叫ray tech相关的报表 那这一段就是同我刚刚讲的 因为截至在这个领域已经做15到20年以上 对DW 对核心系统都有相当的熟年度 以及有足够多的顾问群 所以坦白讲 截至第一个在人上面的domain跟skill 累积了很强的很大的深度 OK 因为做这些报表它不是只有电脑 它其实还有一块很重要 事实上是你对domain要足够的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截至本身这个解决方案 因为已经累积了500多张报表 其他的广度 其他竞争者来讲 它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追上的 但事实上就如同我的常在跟截至讲 就是说我们的领先可能就一年 最多不会超过两年 其实今天对手一定会跟进来 我一定要利用 我们在产品上的优势 在人员组织上的优势 赶快去取得市场占有率的优势 这样对截至商讯来讲才可长可久 2020年的EH的获利是跟2019年的全年 几乎相当 因为截至商讯在所谓的订阅机制 现在俗称叫订阅机制 但截至还是使用授权 传统这些名称跟维护 所以截至商讯在所谓的授权 就是现在跟维护的比例 其实它上去非常快 基本上我觉得截至今年是稳中待见 过去这两年坦白讲 也谢谢很多客户的帮忙 像举个例子 三家存网银的相关的监理报表 法规报表 其实都是截至商讯乘坐 所以事实上我们发现 最近这三到五年 事实上只要有换银行核心系统的案子 截至商讯都是赢家 所以在接下来将来 因为Fintech的关系 所以很多银行的核心系统 都慢慢的逐渐的在转换当中 我想截至在这里是很有机会的 当初浦宏会跟截至合作 主要就是着远于说 我们在做一个银行核心系统的时候 其实浦宏主要是在做前端的支付 还有一些代收付 支付包括财金、票交 这些相关的支付系统 但事实上银行在核心系统的 转换的过程里面 其实还有一大块是属于法规报表 就是我们刚提的 叫做金管会报表或央行报表 现在叫Ratech这一块 所以当初浦宏在跟截至合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思考到说 我怎么样在同一个客户里面 我可以销售两个甚至三个产品 其实我们的客户群 在过去这两三年 其实同时度、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也就是同时在A银行在做的时候 其实浦宏跟节制都在里面 那我们的业务是分开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商机 我们是可以互相Leverage 也就是发挥两家公司 在Cross Selling的相当大的优势 节制商讯积极推动订阅制收费模式 2020年授权与维护的营收比重已达两成 也带动整体的获利结构改善 2020年上半年税后净利为1100万 已经超越2019年全年的表现 不过因为股本的膨胀 去年上半年的EPS则收链至1.7元 节制商讯去年拿下 三家纯网银报表的代表性专案 年底又签了三个报表专案 渴望挹注今年营运动能 节制商讯也看好 金融创新、开放银行与网银 将驱动监理科技的发展 公司将持续推动订阅制 深化产品布局 进一步拉开与同业的竞争差距